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阿妩笑容着 好啊 随时欢迎 老北 先去洗个澡吧 老北 你又觉得 现在这个 才是最适合我们相处的方式 我先走了 记得帮忙锁 好 这边请你 可是我 听着听着听 你非常好 你非常好 你今天 那我睡觉 我睡觉 应该睡觉 你 看我睡觉 你 你胜天 还没睡觉 我睡觉 我睡觉 嗯 好的 黎安姐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是啊 刚才李总的脸色很不好看的 真的 她们之间是不是应该 就是因为这样才来不出问题嘛 真的 黎安姐 黎安姐来了 刚李总找你呢 知道了 坐吧 我还是站着吧 关于我昨天的提议 你有什么想法 我现在想听听你的答复 是不是无论我做什么说什么 你都不会再把我留在身边了 这件事情我也很为难 可是 是这样的 其实这样对大家都好 你放心 我会帮你推荐一个好的工作 不用了 李总 不劳你费心 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我想自己做点生意 不想再给别人打工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但我需要点情心付金 我明白 这是我作为一个从前的朋友 给你一点小小的支持 希望 你能够满意 不要打工 我保证 我给你个头的想法 我给你帮我 我给你 사了 你们给你帮复 你复见我 我把你的心肉拿来 不得虾 你复见我 我给你帮我 我给你帮我 严然和老谢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的提醒啊 反正以后啊多赚点心吧 我不跟你多说了 我在请雪哥和佟老师一起吃饭呢 就这样吧 佟老师真不好意思 你看有没有抽出个时间来请你吃个饭 你别介意啊 怎么会呢 我听说了 雪哥的期末成绩考得不错 那都是你的功劳 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向你表示感谢 佟老师谢谢你啊 陆总您太客气了 是雪哥他自己就很努力 妈 你是不是也应该感谢感谢我 好 也感谢我的宝贝女儿 好 哦是这样啊 那好吧你送过来吧 佟老师 不好意思啊 我有个重要的文件 我助理要给我送过来 嗯 你不会介意让她也坐下来吃点东西的啊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我介意 你介意什么 看了不顺眼 你看谁是模拟 我 来佟老师吃菜 吃菜 嗯 陆总 这是您要的文件我前面看一下 嗯 哦 坐下吧 嗯 陆总 不用了 让你坐你就坐 反正我也要吃饭了 同意发现 她和谷小伟的距离 越来越远了 嗯 哎妈 爸把那个嫣人给辞退了 别老管你爸的事 他是我爸 我不管他谁管他呀 你最近还好吗 你呢 还好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这只是在为我想要的生活做准备吧 你以后啊 能死你的男朋友 希望你快乐吧 嗯 才是不要管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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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是燕仁的妹妹 是吗 是 你和他很熟 一般 现在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哎 年轻人哪 总是稀里糊涂的 陆总 您放心吧 我一点也不糊涂 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所以啊 我才把机会给了你 谢谢陆总 但是你还没做到一条 你不来了 因为你又不肯定 说啥一般的 那个最好是孤立的 我还不知道 这一道中心的 寻找完 我们的唯一 你有这个东西 兄弟 你有这个东西 哪という东西 那个东西 哎哎哎哎 啊 我说你这一天到晚的魂不守舍在想什么呢你 没有 哦 是不是又惦记他了 没有 你都让你说什么呢 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是在想 你说这人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他以前真不是这样的 可是他现在已经这样了 难道你还只让他变回去啊 好 好 好的 好 你怎么回事啊 电话一个一个的不接 叶然 我这不赶忙的往这儿走了吗 我到楼下你还得给我打电话呢 说吧 什么时候这么着急 你装什么糊涂呀 我被李德仁赶出来了 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李德仁把你赶出来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把我赶出来 别人可以不知道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是真不知道 这样吧 我给李德仁打个电话 你装什么算 我的损失 你准备怎么补偿吧 叶然 什么叫你的损失 我弥补啊 我可给了你不少钱啊 而且这个项目 我还给你分了红 你现在说 我弥补你的损失 什么意思啊 老谢 真有你呢 翻脸比翻书还快 叶然 你话别说那么难听 那是生意 咱们俩之间是感情 生意和感情是不能放到一块的 明白吗 我跟你没感情 叶然 你要是这么说话 就不递走了 如果你跟我要是没感情的话 那你不就是骗子吗 我对你可是有感情的 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 你好好想想吧 你 你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陆总 您早点休息 再见 我说这陆琳都多大岁数了 还包电话中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不关我的事啊 我只是觉得好笑 笑一下 不行吗 行 当然行吧 你那个李泽人 他不喜欢电话中啊 同样的话还给你 关你什么事 对了 还有那个叫什么 谢老板是吧 你又听说王神 这有什么刺激也挖着我 古小伟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不能好好说话 你就给我把嘴闭上 看 生什么气啊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可别一净多人啊 有必 我一个上班人现在都不加班了 你这刚失业的 你现在干什么呢 你这刚失业的 现在干什么呢 有钱吗 问这干嘛 我现在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 你能有什么项目啊 你别忘了 怎么说我也跟了李德任这么多年 虽然现在我出来了 但他最近在干什么 我掐指一算就知道 我也算是想明白了 这女人想靠男人一辈子 根本靠不住 怎么也得靠自己 你呢 总不能看陆琳脸色一辈子 你呢 总不能看陆琳脸色一辈子 你呢 总不能看陆琳脸色一辈子 什么像吗 哥看看 小气样 来 哥看看 这不政府的事吗 跟宁脸色一辈子 不懂得拉档吗 这李德任最近 跟周居长做了一件 自己做的 李总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真是 他陪我少喝点也好 来 来来来 坐着坐着 少喝 怎么能少喝呀 不喝不行啊 我给您倒水去啊 不喝不行啊 李总 哎呀 您回来了 怎么喝那么多啊 不好意思 找到你睡觉了吧 没有 您这样工作也太辛苦了 你喝口水 你以为我的成功 是大风刮来的 我没有这么想 我就是觉得 您虽然成功 但是也太累了 有事儿我自己 心里也挺不平衡的 看看人家过的小日子 平平淡淡 老婆孩子热炕头 挺幸福的 你说我呢 从早到晚 一年到头 辛辛苦苦 回到家里面冷冷清清的 到底涂了什么 真不知道涂了什么呀 不好意思 我喝多了 跟你乱发牢骚 这有什么的 只要您觉得说出来舒服点 我愿意听您说 谢谢 我跟雪哥妈妈离婚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我这辈子不再结婚了 我觉得婚姻根本不适合我 可是现在 我倒是觉得 我应该认认真真地 再找一个人 谈恋爱 结婚 做个伴 那您既然已经想好了 您就直接去做就可以了 你支持我吗 当然啊 再说了 这是您的事 我支不支持也不重要吧 不 你对我的支持很重要 他跑了 睡吧 哦 跑了 哎 哎 同意有些惊慌 他一直把里的人 当成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 你总早 嗯 早 你怎么会起那么早啊 啊 习惯了 雪哥他可没这个习惯 哎 不用动了你吃你的 嗯 我听说 你一直在找工作 嗯 我看不是这样 等雪哥毕业之后 你到我公司 给我当助理怎么样 我 我不行吧 为什么啊 我什么都不会啊 不会可以学嘛 哎 对了那我姐呢 她不是一直都是您的助理吗 她不是一直都是您的助理吗 你姐辞职了 你不知道 辞职 哦 她还没和我说呢 你们姐俩好像很陌生 对不起 我这是随便开启玩笑 嗯 嗯 没有 其实您说的对 我和她吧 谢谢啊 似的 我如果不求的 人不想化吗 我想要改变了 她的人不选择 希望她的事 是本人也不处 她的事 我认识的 你也不需要 她的事 因为她的事 如果到她的事 我都怀疑自己挺对的 但是现在 见的多了 经历的多了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对的 那是因为你成熟 我可不喜欢你样的成熟 不喜欢 那你赶紧找一个人把你保护起来 那就永远不需要成熟 哪有这样的人 当然有 那就要看你给不给人机会了 爸 爸早 小心点 你们俩聊什么呢 好了 我去公司了 来来来 干嘛一见我就跑啊 你们俩到底聊什么呢 爸 你们俩给我什么呢 没什么 你怎么才起啊 快吃吧 我爸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没有 你瞎说什么呢 我觉得他看你的眼神 分明就是对你有意思 是吧 他跟你说什么了 说了没有 都说了 李德仁和古小伟完全不一样 同意感受到了李德仁给他的安全感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 我能进去吗 你说 你听说你辞职了 你听李端仁说的 看来你们关系现在挺好的 你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什么事 你不是在他公司做得挺好的吗 为什么辞职啊 再说了 你和他不是 他还是怎么跟你说的 他什么也没说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累了 烦了 不想干的 就怎么想干的 他忽然间问我 要不要去他公司做助理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问我这个问题 你是希望我 他怎么回答你呢 从小你就跟我抢爸爸 长大了抢男朋友 现在连工作都要很强 笑了 那我没说 童谣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上个家来专门炫耀 我没有 但是我只知道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 你怎么会连个中学都留不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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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所以你怎么说我 但是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不行了 你不也是从不会到会的吗 你凭什么和我比啊 你年轻 所以你觉得你更招男人喜欢是吗 谁跟赵男人喜欢 看顾佳伟就知道了 他从来都是我的 要不是我摔的他 你一点机会都不会有 还有别的事吗 我摔的我摔的你 喂 喂 你说那个项目 怎么了 我没有那么多钱 你拿不出那么多钱 又零有啊 我不管你借钱也好 还是拉人入伙也好 总之这个项目是肯定会做的 至于你入不入伙 你自己看着办吧 爱情往往在人们失去的时候 才显得尤其珍贵 此时的嫣然 突然想起了和谷小伟的那些 甜蜜的日子 喂 喂 小伟 要不我们结婚吧 结婚 我和你 你没事吧 我也就突发奇想 说不定你会同意的 燕然 就算我们都不计较过去 可谁也放不下眼见 不是吗 风水轮流转这句话说得真好 我也就随便一说 你就随便一听吧 挂了 我只讲 我会拥有 我没见到 我没见到 你 不计辩 你来 つい 我只想穿过 你 又今晚 我再想看你 你就断乱了 这颜色 那只想看你 你 我只想看你 哪位 进来吧 李总 嗯 这是什么 送你的 送我 什么 老实说 我也不清楚 最近我太忙了 没时间去买 我叫助理去买的 打开看看 我想知道是什么 可是您无缘无故的 干嘛忽然间送我礼物啊 别问那么多了 来 打开看看 很漂亮 喜欢吗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干嘛不出去吃早饭啊 我爸可还等着你呢 瞧我把你给吓的 他已经出去了 好 你不会生我气吧 我生气有用嘛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好 你干嘛不接受他呀 他爸 虽然年纪大了多 可他不显老啊 他笔着他部分的男人都要有魅力 可是我不爱你爸 再说了 我也没那么好 你好不好你自己说了不算 得我爸说了算 得我说了算 我们觉得你好 你就是好 可是我不爱他 你不是经常问我 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感情重要吗 只要你爱上了我爸 这不都什么都有了吗 照你这么说的话 只要爱上一个有钱人 就什么都有了 那当然了 不过也连那个有钱人 喜欢你才行呀 你正好有这个机会 还不激不可失 拾不再来 也真是没法跟你沟通 以后有沟通的机会 还多了去了 你的想法我会在董事会上提到的 那你个人觉得怎么样 在做生意方面 我从来没有像欣赏你一样 欣赏过其他女人 我怎么听这话 都不像好话呀 大概是我不太了解女人吧 所以不知道你们女人 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你怎么突然间发这种感慨呀 谈恋爱了 谈什么恋爱呀 像我这种人 只能单身一辈子了 我可记得啊 你当时表态说再也不结婚了 没想到呢 现在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怎么 遇到能想得住你的人了 可我想不住人家 哎呀同意有那么难搞吗 你怎么知道 什么事能难得住我呀 嗯 哎对了 听说你最近跟周局走得比较近 你连这个也知道 我在政府部门呢有认识的朋友 听他们说的 啊 我再跟他谈一个 收购的规划 听说周局现在不太稳 你要小心点 我知道 听说周局现在不太稳 你要小心点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 那 你怎么那么心不在焉的 对不起路透 没什么呀 其实你要是有什么心事 就说出来吧 我家里出了点事啊 家里 混为要钱即用 我 我没那么多 工作的时候 别想着家里的事情 好 我知道了 下次不会啊 学哥 我想来想去 我还是走吧 走 你去哪儿 我回家呀 干嘛要回家呀 你不想待在这儿 不是 是你爸 他这样我 我挺尴尬的 不管 不许你走 不能怕吓我 我也不想啊 实在不行 我去租个房子吧 反正我再继续住在你家 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 也只能这样了 那你这样总得跟我爸说一声吧 也对 真是想不通 就我爸这种条件 居然还有女人会拒绝他 居然还有女人会拒绝他 我这儿死吧 爸 李总 我有点回来 我先把女人都交给了 我去那儿 你prochen tour 你走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走 我可以去哪儿 李总 您这样吧 搞得我挺紧张的 你坐吧 可以吗 可以 我觉我和你的姐姐确实有过那么一段 但是现在 已经彻底地结束了 我对你的感觉和对她 是完全不一样 你听我把话说 自从 我和雪哥的妈妈 离婚之后 我就认定 婚姻并不适合我 尤其是我生活的环境 所以对感情之类的事情 处理了 就比较随意 包括对你的姐姐 但是 我绝对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 我也不是那种 不知自爱的人 你知道 我自认为 在这方面 比许多人 包括我生活的环境里 都好很多 李总 这些我都知道 我也从来都没觉得您是个坏人 谢谢你们的理解 冯姻 自从你来到我们这个家 我有一种 特别奇怪的感觉 特别想回家 想回来看到你 哪怕是 和你打个招呼 或者是 安排司机 送你一下 或者 能有机会和你坐到一起 吃一顿家常便饭 你知道 是你让我 对这个家庭 产生了渴望 我现在 特别希望 重新能有个家 答应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是爱上你